围巾恐龙 吉拉斯 身高45米 体重2万吨 哈喽 大家好啊 欢迎继续收看由BOSS套的小卡为你带来的怪兽大百科栏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呢 就是最早由65版哥斯拉的皮套所改造而来的吉拉斯啊 赶紧拿起离你最近的食物 例如泡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历代吉拉斯的故事吧 第一代的吉拉斯登场于初代奥特曼的第十话当中 相信不少喜欢看奇闻一诗的小伙伴 应该都对尼斯湖水怪的消息略有耳闻吧 其实不只是当代的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感兴趣 早在上个世纪初呢 就已经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母鸡事件了 尤其是在上世纪的60年代这张照片的出现之后呢 尼斯湖水怪的传说 那可谓是席卷了全世界哦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设定当中 当时的远古呢 就设计了这么一只以尼斯湖的水怪为原型的怪兽吉拉斯 并且他们还从隔壁的东宝剧组 借来了哥斯拉的皮套进行了一番改造 嗯 其实好像也就只是加了个卷领而已嘛 当二階堂加入拳皇的世界之前呢 这位便是假扮成了爱因斯坦的模样 转身便是摇身一变的成为了一个动物学家 哎 果然啊 那可真的是个拳才哦 也就是由于他在尼斯湖水域当中 找到了一枚恐龙弹之后 化名为中村博士的二階堂呢 便是找了一处与尼斯湖的环境相似的地带展开了吉拉斯的培育工作 虽说这里原本是一处人际罕至的地带 但是或许是为了给人家吉拉斯的成长提供足够的鱼类食物吧 当时间转眼过去了15年之后呢 北山湖里的鱼类资源竟然是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吧 而这可就跟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道国人的自然资源不相匹配了嘛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丰富的物产资源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于是乎啊 这种忽视异常变化的事件也就吸引到了科特队的注意 蓝队员便是驾驶着特殊潜航艇S21号来到了湖水当中进行调查 这可惜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吉拉斯那还是相当之机敏的 科特队的遗迹倒也是没能够发现到他的踪迹来着 不过这一次对于科特队来说倒也不算是白跑一趟 毕竟既然都已经是到达景区了 反正在没有发生任何危险事件的情况下呢 贴心的队长便是放了几人一天的假期 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玩耍一番 也正因如此啊 这半夜出来夜游的一出便是发现了湖面上的异常 进而在后续的调查当中 他跟同行的记者呢 也就一起发现了二杰堂饲养了吉拉斯的真相啊 而且出乎意料的是 伴随着他15年尽心尽力的喂养呢 二杰堂也已经是可以做到对吉拉斯呼之即来 呼之即去的程度了 或许是为了炫耀吧 二杰堂呢 竟然还在一出的面前召唤出了体型庞大的吉拉斯 可谓是得色本色了嘛 我不是针对你啊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不过正所谓是乐极深微嘛 北山湖那丰富的鱼类资源呢 终究还是吸引来了贪婪的人类 感觉钓鱼还是不过瘾的他们 竟然是往水中投入了大量的化学物品 虽然此举呢 确实是让他们收获颇丰 但是却也因此是让生活在水中的吉拉斯大感恼火啊 直接就是对着他们两个发动了袭击了 随即呢 这刚刚登陆的吉拉斯 也就恰巧呢 就遇到了现在寻找一出的其他几个科特队队员 而面对怪兽的袭击啊 蓝队员当即便是二话不说 就以蜘蛛枪对吉拉斯是发动了反击 并且看样子呢 是十分轻易的就打爆了吉拉斯的眼睛了呀 诶 还是说他其实本来就是大宵夜来着 只不过也就在此时啊 二级堂却是突然之间跳了出来阻止了科特队的进攻 并且在秀了一把翼龙鼠之后 直接就是对吉拉斯发出了狂暴的指令 只不过他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此时已经是改头换面了吧 因此这兴奋当中的二级堂 他自己也就成为了吉拉斯收下的第一个人头咯 随后呢 早天也就赶紧与吉拉斯展开了战斗 不过这有一说一呢 吉拉斯的实际战斗力那可谓是差到了一定的境界了呀 在被初代嫌弃有口气之后 气呼呼的吉拉斯便是一头就逃着初代撞了过去 但是在这点体重面前呢 强健的初代根本就没有怎么出力嘛 就抵挡住了对面的冲击 并且在轻易的闪避掉了吉拉斯从哥斯拉那里偷来的光线技能之后 凶猛的初代当即便是一把扯下了吉拉斯脖子上的卷领的呀 并以此充当起了斗牛式的斗篷 戏弄起了哥斯拉 嗯 我想编剧此刻应该是夹带了私货的吧 可不敢胡说啊 这种啊 当他玩够了的初代呢 朝着吉拉斯施展出了奥特段物展之后 这一代的经典怪兽也就彻底的携菜了呀 嗯 可谓是前所未有的轻松战斗嘛 第二代的吉拉斯登场于《红超人》当中 严格来说的话 在这部剧集当中登场的吉拉斯其实并不止一代 粗略数一下的话 这位红色通行魔在这百八十集的剧情里面 就至少是前前后后的干掉了十一只的吉拉斯啊 所以说这一代绿优优的吉拉斯呢 在长相方面是潦草了一点儿 而且不管跟他组队战斗的是巴尔坦星人呢 还是别的什么强大的存在 但他终归都是统统逃不过红色通行魔致命的打击就是了 同时这部剧在剧情方面呢 那可谓是无限趋向于零的程度 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时隔了几十年之后 他却是给前段时间播出的《赛玩家格斗》 带来了超多的启发 嗯 看过的小伙伴应该是深有体会的吧 第三代的吉拉斯登场于《奥特曼涂鸦》当中 这一代的吉拉斯呢 是来自于动漫作品当中的角色啦 而且呢 这位不仅仅是在性别方面产生了变化 甚至这名为吉拉子的吉拉斯呢 还直接是升级成为了初代奥特曼的初恋情人来着呀 这个那可真的是出人意料的剧情安排哦 好可怕呀 当初代趁着假期带着孩子们回到老家之时呢 由于在打闹当中是意外摧毁了大哥左飞的瓜田的缘故 连夜跑路的初代呢 便是在时隔了多年之后 就再一次的遇到了自己的老相好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得知啊 初代竟然是一个始乱中期的渣男哦 当初在离开家乡来到了大城市打拼之时呢 初代还曾经跟吉拉斯有过一场海事山盟来着 但是再看看现在呢 人家吉拉斯还在乡下默默的等待着她的回归 甚至连当初离别之时 那由初代所赠送的首卷呢 都还被她给一直带在身边 而初代她自己呢 却早已经是儿女双举眼泪啊 也正是在这样尴尬的局面当中 初代当即便是被两个女孩子给按在了地上摩擦了起来 还好此时左飞也已经是发现了瓜田被毁的事实了 因此气势汹汹的追赶过来的她 倒也是吸引出了双方人马的注意 于是乎呢 初代当即便是带上了一家子人逃离了现场 看来她这辈子是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了哦 第四代的吉拉斯登场于剧场版超银河传说当中 严格来说的话 这其实并不是第四代的吉拉斯 毕竟早在这之前呢 在奥特P木偶剧场当中呢 就已经是出现过吉拉斯来着 并且人家呢 还是拖家带口的来了三只啊 但是稍微有点可惜的是 这部分的素材我是找不到了 因此呢 也就先这样算了吧 太无耻了 言归正转啊 这一代的吉拉斯呢 同样也是由贝老黑做复活而来的怪兽 只可惜呢 或许是单纯用来凑数的缘故吧 在正式的剧情当中 应该是很难找到她的身影就是了 直到最后当贝刘多拉出现之时呢 吉拉斯也就连同其他的怪兽一起 成为了合成素材 组成了这只白体怪兽的手腕部分 我想要是大家不看分解图的话 应该也是找不到她的吧 第五代的吉拉斯登场于 银河奥特曼的特别片2 超级怪兽英雄大乱战当中 这一代的吉拉斯呢 就仅仅只是以火花人偶的姿态 出现在了画面当中 是一套字搞出来的高级桌游里面的产物啊 而且得利于她在脖子上 所装备的那个硕大的卷领 因此我们也就能够一眼就发现 她的位置所在了呀 别告诉我 你们没有看到哦 第六代的吉拉斯登场于 赛文家格斗的第一化当中 这一代的吉拉斯呢 其实是登场于 泽塔奥特曼故事开始以前的 那时候的军械库呢 也就只有赛文家这一台机甲而已啊 因此她能够击败的对象 那在实力方面也就十分有限就是了 呃 这是不是在暗指吉拉斯的战斗力 非常的缠弱呢 这部剧的形式呢 看上去就像是一部 为了致敬而诞生的廉价作品 甚至个人感觉呢 他们就像是把初代吉拉斯的皮套 给翻出来一样 瞧瞧这对大小眼 简直就是一毛一样的嘛 随即当蠢萌的吉拉斯 遭遇到了架势赛文家的摇晖之时 但随着赛文家跟吉拉斯的战斗展开 杰花也就很快的分析出了吉拉斯的弱点了 因此她立马也就指示了摇晖 赶紧扯掉吉拉斯的卷领啊 不过令而意外的是呢 队长竟然是在一旁可教的阻止摇晖不要这么干 毕竟她也清楚 要是这一代的吉拉斯被撕掉了卷领的话 那不就是跟哥斯拉长的一毛一样了嘛 这种关乎于版权的事情 真的是不要紧的吗 瞧瞧人家隔壁剧组啊 在眼看着这两位即将要完成变身之时呢 那也是赶紧就跳出来给人家打伤了马赛克啊 不过这话说回来呢 此时正在阻止龙袭跟盖亚变身的够够红战士 不也是由伽古拉所变身而成的吗 甘情应应你在这里也是在致敬的 果不其然呢 当赛本家终究还是扯掉了吉拉斯的卷领之后呢 列治人栩栩如生的昭和哥斯拉 那便是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于此乎队长跟杨子也就只能默默的在那里吐槽了起来 这我好眼熟啊 最终呢还是在这致敬的桥段当中 赛本家呢也是利用这个斗牛的姿势 戏耍了吉拉斯一阵子啊 而在跟吉拉斯交错之后 姚辉也是使出了跟初代一样的断物斩技能 这才是轻轻松松的将棋给击败了哟 不过伴随着战斗的结束啊 那原本想要过去解剖吉拉斯的结花却是得知 吉拉斯的残骸竟然是早就已经被其他的部门给收集走了呀 而这些收拾残局的人呢 那也就是怪兽研究中心的了 于是乎 伴随着泽塔奥特曼的剧情正式展开 第七代吉拉斯的故事呢 这才是得以了延续呀 第七代的吉拉斯登场于泽塔奥特曼的第四话当中 虽然说第七代的吉拉斯登场的比第六代的吉拉斯还要更早一些 但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看的话 要是没有第六代的话 那这个第七代的可就没有了出场的机会哦 毕竟这两位在本质上其实就只是同一只啊 当赛雷部落混进了怪兽研究中心之后呢 便是偷偷的拿走了一部分他们之前所提取到的吉拉斯样本 进而在开启了锅炉之后 赛雷部落便是以此就制造出了蕴含吉拉斯能量的勋章 当泰莱斯通被泽塔给击败了之后 赛雷部落呢便是将这枚勋章给丢进了泰莱斯通的嘴巴之中 如此一来的话 伴随着能量被吸收掉了之后 泰莱斯通便是在自身的基础之上进化出了吉拉斯的卷领特征 并且是以此就施展出了深度破坏热线波 仅仅只是一击呢 就差点是秒掉了泽塔跟乌银达姆的渡核啊 而后利用深度反射炮这一全新的能力 卷领泰莱斯通便是反弹了泽塔的光线攻击 并且在深度扩散热线波这样密集攻击的连续输出之下 泽塔更是无法靠近对方的身体来着 直到乌银达姆重新启动 并且还一把就扯下了卷领泰莱斯通的卷领之后 趁着对方陷入虚弱状态的大好时机呢 泽塔的泽斯蒂姆光线以及乌银达姆的飞弹 便是顺利的击溃了对方的身体 而那枚吉拉斯的勋章呢 也就这么飘飘然的来到了摇辉的手中 但是由于能量耗尽的缘故呢 这枚勋章也就转瞬之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哦 好的至此呢 历代吉拉斯的故事也就完全的分享完毕了 喜欢他的小伙伴记得留下你的小心心哦 另外还有一个叫机械吉拉斯的存在 但是这位跟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 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大家还是要记得区分的哟